第175章 龙规 御龙关前方是高达200米的斜坡 地势十分陡峭 常年被冰雪覆盖 想要从下面攻上来极其困难 而关口上方修建的如同要塞城头一样 只不过经历了一年半的圣战 现在御龙关的防御武器要么被魔族破坏 要么没有足够的魔精支持使用 完全是凭借人力在抵抗着魔族的进攻 远处八根魔神柱依旧是光芒闪耀 散发着夺目的光芒直冲天际 魔族大军正如同潮水一般朝着御龙关涌来 魔神皇让死灵魔神萨米纪那位统帅攻击御龙关是很有道理的 想要从地面攻上去实在是太难了 只有从空中的机会才更大一些 而恶魔族不但擅长飞行 个体实力强大 更重要的是恶魔族的族人数量众多 单纯比拼族人的实力 除了魔神皇的逆天魔龙族之外 恐怕就要属恶魔族了 毕竟 星魔族和月魔族在数量方面都远远无法和恶魔族相提并论 因此 双方经过一年多的攻防战经验积累之后 现在更多的战斗都是圣殿联盟抵御魔族来自空地一体的进攻 从地面向上发起攻击的 主要是魔族中的狼魔族和熊魔族 之所以是这两个种族 倒不是因为他们最擅长这种攀登攻坚 而是因为他们能耐严寒的特性 在这极北苦寒之地 圣战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 魔族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 经过不断的掉配 掉遣 留在御龙关外的几乎都是魔族耐寒的兵种 狼魔族在魔族之中也是一大强占种族 他们站立时如同人类 却有狼头 四肢都有丰锐的利爪 在向上攀登的过程中 利爪抓在兵面上不断发出咔咔声 相比于狼魔族 熊魔族的攀登就要困难多了 他们的体重太大了 虽然力量十足 但攀登时却只能先用熊掌 拍击出能够沉重的冰洞 然后再缓慢向上 但是 千万不要忘记 御龙关外的八大魔神中 就有熊魔神华丽芙 因此 熊魔族的主力也都在这里 有华丽芙在后面督战 熊魔族的战士又怎敢不用命 凭借着强大的力量 缓慢却沉稳地持续向上 至于天空中 那就是属于恶魔族的舞台了 遮天蔽日的恶魔族 在空中不断向御龙关上发起冲击 六阶以上的恶魔才能飞行 但他们却也能沉重 经常能够看到一只只恶魔 被能够飞行的恶魔朝御龙关上甩去 恶魔族 熊魔族 加上狼魔族 魔族三大强占种族的全面攻击 给御龙关城头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但是 骑士圣殿作为六大圣殿之首 底蕴也是极其雄厚的 城头上 大量全身甲胄的骑士横向排列 夺目的金光不断闪耀 宛如一道坚实屏障 不断抵挡住 魔族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在人类六大圣殿的六大职业中 最为均衡的就是骑士 骑士可以使用一定的光系魔法 同时又擅长于近战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还能够施展治疗魔法 因此 哪怕没有其他兵种配合 骑士们在单独战斗中 也能极大程度地保护自己 杀伤敌人 同时 骑士圣殿也有着联盟最强大的空军力量 那就是他们的天空骑士团 根据做骑的不同 骑士修为达到五阶之后 可以选择成为天空骑士 或者大地骑士 也就是说 天空骑士团 全部是由五阶以上修为的骑士们组成的 总数超过一万 乃是骑士圣殿中 留底驻般的强大力量 但是 经过这场圣战不断地消耗 天空骑士的数量在不断减少 伤者更是多不胜数 现在还能飞翔在空中参与战斗的天空骑士 已经不足七千了 这还是在他们得到了最多治疗 增益光系魔法辅助的情况下 而且 他们还是在御龙关 具有强大杀伤性防御武器 都无法使用后材参战的 从而成为现在战场上的主力 如果从更高空俯瞰 能够清楚地看到 双方在空中成金 黑两色 金位分明地对峙着 从数量上看 恶魔族要更占优势 他们的数量 至少是天空骑士团的两倍 最令人头疼的是 一些恶魔背上 还背着地狱魔 地狱魔的魔法极为强悍 而且擅长于群体性魔法 因此 魔族空军也不急于 和天空骑士团进战 只是摇摇对峙 朝着御龙关上 甩出一些小恶魔和大恶魔之后 这些能够飞行的恶魔 就保护着地狱魔 在远处释放魔法 天空骑士团也没有冒进 魔族能够飞行在空中的 可不止地狱魔 对他们来说 更重要的任务是 守护驱魔关 而不是冒险 天空骑士们的座骑十分统一 都是骑士圣殿 统一培养出来的天马 天马是一种五级魔兽 是独角兽的亚种 它们通体呈白色 头顶五角 凭借泪下一双雪白的翅膀 翱翔在天际 统一的座骑 使天空骑士团 在调遣中更加默契 战斗力也是骑士 与天马的组合 因此 在同等级的战斗中 魔族是肯定打不过 天空骑士的 天空骑士团最前方 是一片金色与银色的骑士 至少有六名 金金基座骑士 和一百名秘银基座骑士 统率着 这支天空骑士团 双方的战争 似乎隐隐有种默契 所有九阶强者 都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战场上 所有参战兵种 都是九阶以下 巨大的圣光灵阵 在空中撑起 一次又一次 抵抗着地狱魔的魔法轰击 天空骑士团 始终都保持着整齐的阵型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它们集体释放的圣光灵阵 完全可以用 固若金汤四字来形容 龙天印站在 御龙关城头的最高点 御龙关城上 一共有三层 最下面的一层最为宽阔 抵御魔族的骑士大军 就在那里进行战斗 第二层则是魔法师 全都是兵系魔法师 在御龙关中 除了这些魔法师之外 再没有任何 其他圣殿的支援了 这本就是骑士圣殿的 高峰亮节 让其他五大圣殿 更多的力量彼此支援 而第三层 就是指挥台了 龙天印此时就站在那里 在龙天印背后 一共站着三十多人 这三十多人中 倒有一半都穿着 晶晶基座站开 剩余的人也无不身穿 传奇以上级别的甲咒 毫无疑问 他们才是骑士圣殿 最核心的力量 每个人都是全副装备 随时准备参战 传令 天空骑士团降低高度一百米 释放辉煌光环 荆棘光环 龙天印威严的声音响起 他的目光一直盯视着 下面攀爬进攻的狼魔族 和熊魔族 毫无疑问 当第一批熊魔族主力 攀到御龙关城头的时候 就是空中恶魔族进攻的一刻 魔族明知人类知道 他们的攻击方式 却从未改变 空地一体的效果 永远都是最好的 也就在这时 远处 那八根光芒闪耀的魔神柱 突然光滑大亮 隐约中能够看到 在那八根魔神柱闪耀的光芒之中 八名魔族从光柱中 徐徐浮现 最前面那最大的光柱中 一名满头灰色短发 一身灰色甲皱 身材修长 脸色苍白的男子 正向龙天鹰的方向遥望过来 这名魔族男子 全身都充斥着死寂的气息 他的双瞳 竟然是诡异的白色 但面部偏偏有十分英俊 背后一双巨大的灰色翅膀展开 宽度足足超过了二十米 虽然在空中不算什么 但随着他背后 魔神柱浓烈灰色光芒的衬托 大有一种遮云碧玉般的压迫感 龙天鹰的双眸 也瞬间亮了起来 浓烈的金光在眼底闪耀 双手背在身后 身体缓缓向空中悬浮而起 一道蓝金色光芒 骤然从他身后迸发而出 带起一道巨大的蓝金色光柱 冲天而起 瑰丽的秩序与法则之神印王座 在强光中缓缓浮现 成为掌控与约束之神印骑士龙天鹰的背景 当秩序与法则之神印王座出现的一瞬间 无论是御龙观城头 还是天空中的天空骑士团 全都发出震耳御龙的欢呼声 对于骑士圣殿来说 神印王座代表的不只是一件神器 更是骑士圣殿所有骑士的精神支柱 只要有神印王座在 他们就有信心与强敌决意死战 死灵魔神萨米基纳眉头微皱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这神印王座还真是麻烦呢 在他身边不远处 一名身材魁违 有着古铜色皮肤 双目呈现为黄金色的男子沉生道 我去 这位正是魔族72种魔神中 排名第六位的熊魔神华丽芙 如果只看外表 他这模样倒是更像一名强壮的人类战士 论身形 更是和他那些高壮的族人们 没有丝毫可比性 萨米基纳摇了摇头 道 这龙天印并不好对付 一对一 我本有把握杀死他 只是 他那神印王座太过讨厌 你去的结果 也不会比我更好 而且 在骑士圣殿中 还有守护与怜悯之神印王座 那个更难对付 说他是人类第一强者 也不算夸张 陛下既然命令我们进行十九战 就不比死平了 一边说着 他身上强烈的战役收敛了几分 依旧与龙天印摇摇对峙着 双方谁也没有主动出手的意思 也就在这个时候 缓慢攀登向上的熊魔士兵 终于登上了御龙关城头 狼魔发起了近乎自杀式的疯狂攻击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让所有熊魔平安登上城头 以熊魔强大的防御力和力量 只要他们能够在城头站稳 那么 必定会带给骑士圣殿巨大的打击 下降百米的天空骑士团 圣光临阵 骤然变得强盛起来 紫金色的金极光环 以及蓝金色的辉煌光环 在大量天空骑士的 释放中令空中光芒 变得无比规律 而且 这光环也同时照耀在了城头的骑士们身上 寒宇此时就在城头 左手一面金色中盾 右手则是他那赤血之狂放 冲锋 盾牌顶在前面 狠狠地撞向一名刚刚攀上城头的熊魔 那熊魔也是强悍 双臂架在身前 和寒宇进行了实实在在的亲密接触 轰然巨响中 熊魔被撞击的后退撞上城躲 寒宇的身体也在大力碰撞下后退束步 不过 他右手中的赤血之狂放已经斩了出去 赤血之狂放完全呈现为白赤色 圣剑 传奇级的重剑加上圣剑技能 就算熊魔强悍的肉体也不是那么容易抵挡的 更何况 虽然双方身材相差很大 可实际上 寒宇的外灵力现在也比熊魔弱不了多少了 当年逆天魔龙族龙巾浸泡 再加上森然断体单的增强 寒宇的外灵力 修为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内灵力 这也是为什么 帅级64号猎魔团众人 在战场上浴血苦战 却都生存下来的重要原因 熊魔怒吼一声 他才刚上城头就被撞开了 心情自然是大为暴躁 手中巨大的铁锤抡起 直奔赤血之狂放营了上来 也就在这一刻 突然间 一道身影跌入了他们之间 却是一名骑士 被敌人强大的震荡力震地跌飞过来 熊魔的锯锤 依旧毫不犹豫地落下 但寒宇却是大吃一惊 他出手比熊魔快 如果他的攻击继续的话 那么 赤血之狂放必将 先斩在同伴的身上 袍泽情深 这让他怎能下得去手 这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赤血之狂放 已经斩出一半了呀 收拾 自己将受到反噬 那位袍泽 恐怕也难逃 被熊魔拒锤砸死的命运 可继续攻击出去 这位袍泽 就要死在自己手中啊 参战以来 韩宇还是第一次遇到 如此难以抉择的情况 这一切发生得又是那么快 能给他决定的时间 太过短暂了 璀璨的金光 就在这一刻闪耀 那名跌退的骑士 就像之前他出现时的突然一样 搜的一下 就那么凭空消失了 万千道金光 也就在这一刻瞬间迸发 几乎近百米范围内 全部被这强烈的金光所笼罩 在这个范围内 无论是狼魔还是熊魔 在那金光覆盖下 全都变成了血筛子 就像割脉子一般倒下一片 韩宇的眼睛一下就湿润了 近乎嘶吼地大叫道 团长 第176章 日月神窝盾 神器 上 团长 韩宇这一声呼唤 充满了感情 一年半了 他终于又可以和他的团长 并肩作战了 这种感觉对他来说 就像是九汉逢甘霖一般 以前和龙浩尘 共同战斗的时候 感觉还不是很明显 自从这次闭关结束之后 他就加入到了这场圣战之中 凭借着过人的战斗技巧 和硬扎的实力 很快就站稳脚跟 虽然现在的他 还不是密营基座骑士 但在御龙关上 也是中层军官了 负责很大一片范围的防御 在其他骑士看来 圣殿骑士韩宇 无疑是极为优秀的 几乎每一场硬仗 他都拼到了最后一刻 可是 只有韩宇自己 才知道他心中那份落寞 自从成为一名猎魔者以后 韩宇在团队中 一直都是第二骑士 在团队中 他永远都不需要顶在最前面 只是作为龙浩尘的重要辅助 有龙浩尘在 他就有绝对的主心骨 跟随着龙浩尘一同战斗 一同杀敌 他根本不需要 多考虑其他的东西 只要按照龙浩尘的指挥去做 就足够了 可是 加入这场胜战之后 因为自身修为和优秀表现 他渐渐也成为了一名指挥者 他这才明白 身为指挥者 要考虑多少事情 要承受多么巨大的压力 习惯了有龙浩尘指挥的他 真的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很多时候 他根本就无法发挥出 自己全部的战斗力 而是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 每当死战之后 他都会有种强烈的无力感 如果还是跟在团长身边战斗 该多好 当龙浩尘结束闭关之后 没有人比韩宇更加兴奋 那种发自内心的兴奋与畅快 令他仿佛又回到了 当初跟龙浩尘在恐惧悲笑洞穴 梦幻神殿和幽暗沼泽的日子 团长终于回来了 终于要和我重新并肩作战了 等待这一天 韩宇已经等待得太久了 尽管此时的龙浩尘 全身被暗金色的 晶晶基座战凯所覆盖 可是 他手中的光之连衣 却假不了啊 团长回来了 他回来了 是的 龙浩尘回来了 远远地看到 这边战争已经开始 他就用最快的速度往回赶 他有着千万功勋任务的巨大压力 战争无疑是获得功勋最好的办法 所以 他在第一时间就赶了回来 原本 骑乘着新王的龙浩尘 是准备加入到空中战场的 恶魔族空军 已经配合着地狱魔 向天空骑士团 全面发起了进攻 可是 就在他骑乘着新王飞过来的时候 却一眼就看到了 御龙关上 那柄闪耀着强烈光芒的赤血之狂放 就像韩宇无论怎样 也能认出他一样 他又怎能认不得自己的好兄弟呢 所以 龙浩尘放弃了加入空中战场 从天而降 收起新王 瞬间落下 不但解决了韩宇的燃眉之急 更是爆发出强大的攻击力 大大减轻了战场上骑士们的压力 那万千道金光闪耀 乃是龙浩尘从幻动中先被留下的 技能里学到的一个强大惩戒骑士攻击技能 名叫 剑星语 其阶惩戒骑士技能 这个技能的单体攻击力 其实并不算太强 但覆盖范围却是极大的 经过战场上的不断磨合 龙浩尘很清楚 自己的缺陷在什么地方 他最缺少的骑士 就是大范围攻击技能 这也是骑士们普遍缺乏的 大范围攻击 大范围增幅 这是龙浩尘在幻动内学习技能时 所有先选择的 胜战已经开始 未来的他 不可能只是针对于少量的敌人进行作战 在他的战斗中 必定有更多 更强的敌人 也有更多的伙伴与袍则 因此 这两类技能 就是他所必须要拥有的 至于单体攻击技能 龙浩尘对自己很有信心 单体攻击是衡量一名强者最强攻击力的重要标准 而龙浩尘所拥有的建议 其实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单体攻击技能 因此 他要做的就是 不断增强自己对剑翼的领悟 凭借着光明女神涌叹掉那样的神剑 只要他对剑翼的领悟提升 那么 他的单体技能攻击力也会持续增强 这可不是任何单体技能所能相比的了 光之联一 光之荡漾 加上剑星语 三大技能组合 龙浩尘毫无保留的灵力输出 瞬间就解决了大片的敌人 拥有强悍防御的熊魔又如何 在光之联一的双重攻击 加上龙浩尘巴结修为与光之荡漾的强大穿刺力面前 他们的防御已经不足以抵挡 韩宇 龙浩尘松开左手抓住的那位劫后余生的骑士 张开双臂 直接给了韩宇一个大大的拥抱 周围的骑士们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他们不认识龙浩尘 可他们认识龙浩尘身上的精精基座战凯啊 一位精精基座骑士加入到城头的战斗 对他们来说 不只是实力上的帮助 更是信心与气势的大幅度增强 团长 终于又可以和你并肩作战了 韩宇激动的身体有些颤抖 两人相互拍打着对方的铠甲 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 龙浩尘松开怀抱 笑道 走 我们杀敌去 等这场战斗结束后 咱们再说话 一边说着 龙浩尘松开韩宇 大步跨前 朝着城斗的方向走去 韩宇紧随其后 看着龙浩尘比以前更加高大的背影 他眼中的泪水再也忍不住 这是多么熟悉的背影啊 我愿一生一世跟在他身后 魔族显然也发现了这边的变化 熊魔族正在持续攀登 龙浩尘直接站上了城朵 晶晶基座战海上 散发着的橘红色光芒 是那么的绚丽夺目 想不成为战场上的焦点都不可能 天空中 龙天印早已注意到了龙浩尘的回归 当他看到龙浩尘是骑乘着新王归来的 脸上不禁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心中暗想 这小子还真是会选呢 星耀独角兽之王 不错 确实没有比这更适合他的坐骑了 很快 龙浩尘的战斗已经开始了 两道黑色身影 骤然从魔族空军之中陨落 直奔御龙关城头上的龙浩尘扑来 赫然是两名八阶领主及恶魔 晶晶基座骑士有多么强大魔族很清楚 更何况是身穿史诗级晶晶基座 假咒的晶晶基座骑士了 有这样一名强者在城头 对于普通魔族的杀伤力实在是太恐怖了 刚才龙浩尘那一记剑星语 就至少干掉了上百名狼魔和熊魔 下面正在攀爬的其他狼魔 熊魔都刻意地避开他这个方向 魔族战斗勇敢没错 但也没有谁愿意白白送死的 遥望两名从天而降的八阶恶魔领主 龙浩尘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寒意 喃喃地自言自语道 这又是一万六千功勋了 站在原地不动 柔和的金色光雾 再次从他身上升腾而起 根本不需要龙浩尘多说什么 与他配合极为默契的寒宇 早已来到他身边 一双金色灵异在背后展开 和以前相比 他这双灵异至少增大了三分之一 这就是实力提升的象征 与此同时 一个直径已经达到一米的球体 翘无声息地出现在寒宇背后 圆滚滚的身形看上去有些可笑 但是 他一出现 空中两名俯冲而下的恶魔领主 都是心中意理 邪眼领主 这是八级魔兽邪眼领主 相当于人类七阶强者 更为重要的是 他可是极为罕见的精神攻击魔兽 有这样一只魔兽辅助 金晶鸡座骑士 他们能占到便宜吗 不过 他们已经冲下来了 自然不能就这么无功而返 他们给自己的目标 也并不太执着 只要缠住这名金晶鸡座骑士就行了 次目的暗红色光芒 在空中亮起 能够清楚地看到 两名恶魔领主背后 全都闪耀起浓浓的暗红色光芒 手中重剑抬起 距离龙浩尘还有上百米 就已经向下做出了批斩的动作 浓烈的暗红色光芒 瞬间在空中融合为一 两道光斩尽时完成了重合 体积没有增大 反而在瞬间减小了一倍 直奔龙浩尘而来 嗯 组合技能 龙浩尘的眼神略微波动了一下 他并不知道 这对恶魔领主乃是兄弟 彼此之间的技能 契合度极高 更擅长于配合 在八阶恶魔中 也是十分有名的 两兄弟加在一起的实力 仅次于恶魔王级别的强者存在了 面对那暗红色光刃的降临 龙浩尘却是毫不慌张 显然 对方并没有打算 以这一击来杀死他 而是要破掉他的叙事 魔族与人类征战这么多年 其实有什么样的技能 魔族也是清楚得很 寒雨没动 他的身上 也同样亮起了金色光雾 同样在叙事 他对龙浩尘 有绝对的信心 这样的攻击 绝对伤害不了自己的团长 斜眼的触手 已经变成了六根 而且长度更是增强了许多 一根根触手向下挥洒 无论是狼魔还是熊魔 一旦被他的触手碰到 都会全身站立 口吐白沫地向下滑落 第176章 日月神窝盾 神器 终 毫无疑问 斜眼乃是熊魔族的克星 熊魔族的肉体防御能力极强 但他们的精神力 可就令人不敢恭位了 身为六阶魔兽 他们的精神 却是单纯的狠 斜眼是破不了他们的防 但只需要一个精神震荡 就足以令这些熊魔陷入晕眩之中 而熊魔可是正在趴着光滑的寒冰陡坡 短暂的晕眩 足以令他们之前长时间的攀爬化为乌有 直接向下面滚落 以熊魔那么庞大的身体 这么一滚 也和滚木没有太大区别了 大大的影响着下方其他魔族攀爬的速度 这样一来 龙浩尘和寒宇所在位置 就不需要面对更多来自于下方魔族的攻击 骑士们都是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 他们没有过来帮忙 在龙浩尘和寒宇冲上前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向两侧分开 增援更需要他们的地方 橘红色的光芒 骤然在龙浩尘左臂上亮起 神欲格挡 扑的一声轻响 龙浩尘站在成躲上的身体 连一丝晃动都没有 大高度浓缩的暗红色光刃 就已经化为无数光点溃散了 灵力的金光 从龙浩尘身上亮起 一道璀璨的金光 骤然攀升而上 化为血木地金色闪电 直奔空中两名 强敌营去 就在龙浩尘发动的下一刻 寒宇也动了 背后双一拍动 比龙浩尘落后半拍 飞掠而出的同时 他的双眼已经变得一片血红 目标直指右侧你的恶魔领主 血眼就像是 黏在了寒宇背后一般 在他飞起的同时 也将血眼带了起来 光速闪的速度何等迅及 龙浩尘目标所指 竟是两名恶魔领主中央的位置 看他的样子 竟像是要同时 攻击两名八阶领主及恶魔 恶魔领主兄弟不愧是双胞胎 脸上几乎同时流露出 不屑与轻蔑之色 两人一个是左手持剑 一个是右手 另一只手拉在一起 左侧的恶魔领主猛地一甩手臂 将兄弟甩向背后的同时 血色重剑悍然斩出 半空中 隐约有一个巨大的恶魔虚影 一闪而逝 周围的空气 突然变得一片黑暗 一个只有拳头大小的血色骷髅头 突然从那黑暗的空气中冲出 直奔龙号尘轰来 这血色骷髅头虽然体积不大 但当他出现的那一瞬 无论是龙号尘还是寒雨 都有种尸山血海扑面而来的恐怖感觉 也就在这个时候 血眼领主发动了 一层看似十分柔和的扭曲波动 从他那直径一米的巨大独目中扩散开来 顿时 那血色骷髅头背后 作为背景的黑物 全部被驱散 露出了两名恶魔领主的身形 并且在这份精神冲击下 他们的行动也都是缓了一缓 光速闪状态的龙号尘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那血色骷髅头出现的时候 几乎就已经与他撞击在了一起 可惜 撞击的却不是龙号尘的身体 而是他左手中那瞬间变化成 只有直径一尺左右 宛如蜗牛贝壳一般的日月神窝盾上 扑的一声轻响 血色骷髅头狠狠地撞上盾牌 柔和的橘红色光芒 悄然向周围扩散 居然神奇地化解了 那极为恐怖的冲击力 要知道 恶魔领主兄弟联手 在一起的时候 爆发出的攻击力 已经达到九阶强者的程度 这血色骷髅 可是能够媲美灵刚的存在 可惜 他们遭遇到的 却是一面史诗级盾牌 而且还是星光神兽所画的史诗级盾牌 不过 那血色骷髅头 并不只是一个冲击的技能 当他的攻击力被瞬间化解之后 骷髅头居然像是活了一般 粘在日月神窝盾上 暗红色光芒闪烁 骷髅头的面部 顿时化为一个恶魔 直接向日月神窝盾上 是咬了过去 恶魔灵主兄弟的这个技能 是十分霸道的 因为他们 兄弟二人天赋强大 受到了死灵魔神萨米基纳的赏识 曾经亲自传授过他们一段时间 所以 他们在技能方面 就远超同级别的其他恶魔灵主了 否则也不会主动飞出来 对付一名 拥有史诗级金兴基座战凯的圣骑士 这血色骷髅 不但本身攻击力 足以媲美灵刚离体 更是有着污染装备的恐怖能力 提炼这血色骷髅头 需要恶魔本体的精血和一丝灵魂 所以 它可以说是一个技能 也可以说是一件装备 恶魔灵主兄弟曾经试过 哪怕是传奇级装备 被他们这血色骷髅头是咬后 都会随之破损 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被毁坏 就算是史诗级装备 被它沾上 威能也会大受影响 当他们看到龙浩尘使用的史诗级盾牌时 就决定将这血色骷髅头宝贝用出来 这玩意儿名叫血院 强大的诅咒能力 是任何人类强者都要为之头疼的 可惜 他们今天确实是找错了对象 如果他们这血院落在 龙浩尘的精精基座战凯上 说不定都能起到一定作用 需要龙浩尘消耗一定的精力才能解除 可惜 它是落在了日月神窝盾上面 要知道 在人类的历史上 日月神窝这种星光神兽 也只是出现过三次而已 作为光明女神的代言人 他们的光属性之纯净 甚至在某些层面 还要超越身为神卷者光明之子的龙浩尘 如此纯净的光元素 尤其是血院这种诅咒魔器所能污染的 只见 日月神窝盾之上 橘红色光芒涌动的同时 一点柔和的金光 也从盾牌阵中扩散开来 正好被那血院的大口咬中 顿时 日月神窝盾上 金光大放 一圈浓烈的金色光晕 骤然从这盾牌上扩散开来 周围所有的黑色 不但全部被驱散 在这金光范围内 无论是龙浩尘 还是寒雨 都有一种太阳降临般的感受 一轮巨大的日光随之出现 龙浩尘只觉得自己的左臂 突然变得无比沉重 体内灵力 以极其惊人的速度宣泄着 几乎只是刹那间 就有近乎五万灵力 凭空消失了 幸好 这五万灵力 是属于金金基座战凯的 否则 他自己恐怕都要被吸尘人干了 但是 这五万灵力 可并不是平白无故的消失 在那强大的金色光运笼罩下 恶魔灵主兄弟的身体 骤然凝制了 他们痛苦地嘶吼着 可身体却偏偏半点也无法移动 一丝丝黑气飞快地 从他们身上被剥离出来 而他们的身体 竟在以惊人的速度崩溃着 这 这是什么情况 不只是敌人呆了 连龙浩尘自己也呆滞了 就算是天空中 彼此威慑着的龙天印和萨米基纳 也被这一幕所吸引 那金光的颜色十分特殊 金色之中 仿佛有七彩闪耀 七彩光芒 就像是柔和的波涛一般 在金光中荡漾着 这个范围囊括了直径百米左右 在这个范围内 也只有龙浩尘 韩宇 斜眼 以及两位恶魔灵主 斜眼在这金光出现的一瞬间 就消失了 凭借着七彩消失 哪怕这金光并非针对他 他竟然也不敢在这里继续存在 而韩宇和龙浩尘 则是另一种感觉 他们只觉得自己的光属性 在这奇异的金色中 居然产生了升华的状态 体内所有灵翘 都以一种奇异的感觉颤抖着 每一次颤抖 他们体内的灵翘 竟然有几分要扩张开来的感觉似的 而灵翘内的灵力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 全部化为固态的灵刚形态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情况 龙浩尘自己都不知道啊 而那两名恶魔灵主 竟然就在急速崩溃中 身体正在一点一点地消失着 他们惊恐的大吼 愤怒的狂叫 可这一切都没有用 在那七彩金光之中 所有的一切努力 都是徒劳的 热月神窝盾 此时也已经从史诗级的橘红色 变成了那种七彩金色 光运流转 体积不变 附着在其上的血院 早已红飞鸣鸣 直接崩溃了 天空中 灰色的光影 宛如一道光电 直奔龙浩尘所在的位置飞来 另一边 蓝金色光芒 也是瞬间闪烁 没有轰鸣 半空中 却有着一股宛如暴风般的 巨大光运扩散开来 这圈光源 是灰色与蓝金色 混合着产生的 龙天鹰的身体倒飞而回 这一次 他已经站在了秩序与法则之神印王座上 另一边 萨米基纳 也同样地回到原本所在的位置 身上灰色光芒涌动 从之前这一季的碰撞来看 双方似乎谁也没占到便宜 但从脸色来看 显然是龙天鹰要更为紧张一些 无疑 萨米基纳是要去救那对恶魔领主兄弟 而龙天鹰则是阻止他 双方到目前为止 还都是十分克制的 其他九阶强者 并没有跟随双方统帅同时出手 因为无论是魔族还是骑士圣殿 都禁受不起那种毁灭性的损失 萨米基纳身为死灵魔神 他也不能让自己最精锐的族人死伤殆尽啊 要是那样的话 他又怎么愉悦魔神 心魔神平起平坐 此时 萨米基纳和龙天鹰的目光 依旧都在那七彩金光之上 而半空中双方的空军 此时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第176章 瑞月神窝盾 神器 下 那混合着蓝金色与灰色的光运扩散同时 双方空军却都像是遭受到了台风冲击一般 飞速溃散 各自朝着本方飞落 都不敢继续停留在空中 动作稍微慢一点的 立刻就受到了那恐怖气流的冲击 在空中被席卷得不断翻滚 两大统帅之间的碰撞 本身就是毁天灭地层次的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不会轻易出手的缘故 一旦一方将战场引入到下面的军队中 那份毁灭性可不是说着玩的 但是 令所有观战者都为之震撼的是 当这份双色光运 冲击到日月神窝盾发出的七彩金光上时 气流居然悄无声息地溃散了 并没有影响到七彩金光的波动 怎么可能 这是双方 强者心中共同的想法 是啊 怎么可能 两大统帅战斗的余波 虽然经过了不断削弱 可是 八阶强者也要立刻避开啊 而那七彩金光 却像是将那强烈的气流 直接展开了一般 大有清风浮山岗的感觉 七彩金光已经开始衰弱了 光芒渐渐收敛 但是 那两名恶魔领主 却也只剩下骨骼 而且 骨骼也在逐渐变成飞灰的过程中 这不能算是秒杀 但却是比秒杀 更能令魔族感到恐怖的情况 两名恶魔领主 兄弟联手 虽然不能和真正的九阶强者相比 但他们全力以赴发动的攻击 也已经能够达到九阶层次了 可是 他们就那么死在了空中 而且 没有半分还手之力 甚至都无法挣脱对手的限制 原本已经准备好出手的韩宇 就那么呆呆地悬浮在龙浩尘身边 一时间 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 这 这才是日月神窝盾真正的威能吗 当初龙浩尘得到这件来自于星光神兽的盾牌时 韩宇就在他身边 对这日月神窝盾的来历 也最为了解 可是 这七彩金光真的是史诗级装备 所能发挥出的威能吗 那史诗级 也太过强大了 七彩金光终于消失了 但空中剩下的却只有龙浩尘和韩宇 以及两颗坠落下来的八阶恶魔魔精 战场上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寂静 这份寂静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 大约十秒之后 玉龙关方向已经爆发出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 他们亲眼见证了奇迹 也见证了本方强者的强大 那只是精精基作骑士 骑士圣殿还有比他更强的神印骑士呢 骑士圣殿 战无不胜 欢呼声疯狂地响起 所有骑士们都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疯狂地将冲上城头的熊魔狼魔赶下城头 天空骑士团也已重新组队 主动朝着空中的强敌扑去 毫无疑问 此时此刻 骑士圣殿的气势已经攀升到了顶点 身为统帅 龙天印又怎么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呢 立刻下达了全军出击的命令 所有骑士圣殿九阶强者全部升空而起 带着泰山压顶般的气势朝着敌人缓缓飞去 撤退 撒米基纳眼神冰冷地下达了命令 与此同时 他也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八大魔神身上 同时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八根魔神柱光辉闪耀 璀璨的光芒连成一片 化为巨大的光幕 将撤回来的魔族士兵笼罩在内 老大 什么情况 韩宇在龙浩尘身边低声问道 龙浩尘苦笑着摇了摇头 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似乎 是月月神窝盾 被之前他们那血色骷髅激怒了 他完全是自行发动的 不是我使用的技能 我也没能力使用这么强大的技能啊 幸好有晶晶基座战凯 刚才那一下 直接抽走了我 超过五万的灵力 而且 我感觉到 那七彩金光 似乎还没有真正发挥出来似的 似乎还因为什么原因被压抑着 韩宇现在变成无语了 被压抑着都这么厉害 如果不被压抑着 更要强大到什么程度 龙浩尘不知道 韩宇也同样不知道 但另一边的死灵魔神萨米基纳 却给出了答案 神器 骑士圣殿 竟然还有一件这样的神器 同样的答案 也出现在龙天印心中 是神器级盾牌 号称什么时候 有这样一面盾牌了 要知道 哪怕是神印王座 这样的综合性神器 在已经被骑士圣殿 使用过的几张神印王座中 也未曾出现过神器级的盾牌啊 而且 这面盾牌 可不仅仅是 能够用来防御那么简单 刚才那七彩金光 究竟是什么 哪怕是龙天印和萨米基纳 也没有把握在那七彩金光覆盖下 会发生什么事 神器 永远都是最不可预知的武器 因为神器的威能 是属于神的一部分 同样是神器 侧重 却必定是完全不同的 神器之中 最可怕的一类 就是那种 有着绝对成立性的神器 谁知道龙浩尘 这面盾牌的能力 又是什么呢 伴随着七彩金光的消失 龙浩尘和寒雨灵峭内 凝结而成的灵钢状灵力 也渐渐重新化为液态灵力 这个转化的过程并不快 如果他们想要使用灵钢进行战斗 至少能够在灵力不被耗尽的前提下 战斗十分钟以上 不过 龙浩尘转化成灵钢的灵力 并不包括金金基座战凯内的那一部分 只有他自身的灵力 才完成了转化 这一点 与新王给他的增幅有些相像 但又不完全一样 因为自身灵峭内产生的灵钢 控制起来要容易得多 威力也必定更加强大 这是真正属于九阶强者的层次了 而且 有了这次转化 对于龙浩尘和韩宇来说 也是一个领悟灵钢的过程 龙浩尘依旧没有释放出自己的灵意 右手在韩宇肩膀上一按 届时后翻 朝着御龙关上落了下去 韩宇调转身行落在龙浩尘身边 两人对视一眼 眼神中都流露出几分歧义 虽然这一次并肩战斗 只是刚开始就结束了 但他们终于又一次在一起战斗了 这就已经足够了 团长 我已经听说了 店主决定让你完成千万功勋任务后 咱们就能重新组团了 龙浩尘微笑着点了点头 是啊 千万功勋 我们慢慢来吧 少则一年 多则两年 只要这场胜战还在继续 我们就有完成的能力 一定的 对了 团长 灵星有东西带给你 大家也都有消息呢 听了他这句话 龙浩尘顿时精神一震 道 大家都还好吗 韩宇微笑着点了点头 道 咱们帅集六十四号猎魔团出去的 可没那么容易死 现在大家各自在所属的圣殿参加圣战 听说 远远已经累计军功 升到了师团长级别呢 司马他们也不差 只有彩儿 好像并没有参与圣战 而是在刺客圣殿前修 听韩宇说到 伙伴们都没事 龙浩尘大大的松了口气 对于他来说 这才是他最想知道的消息 伙伴们的平安 也令他完成 那千万功勋的任务 更有信心 更有动力 大家都平安就好 韩宇道 团长 等回去后 我再把灵星炼制的丹药给你 森燃断体丹炼成了 还有其他多种丹药呢 龙浩尘微笑着摇了摇头 道 不用给我了 你留着用吧 森燃断体丹虽好 但我自身的外灵力 已经达到近乎瓶颈的程度了 如果内灵力不能提升 外灵力也无法再继续进步 深度冥想令龙浩尘有许多名物 他的外灵力 确实要比伙伴们强盛许多 这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身为神卷者以及浩月所带来的 虽然断体丹虽好 但也无法和浩月带给他的增幅相比 更加重要的是 龙浩尘不想再用丹药来提升自身 内灵力与外灵力协调的提升 才是他现在所追求的 也就是说 他不愿意让自身内灵力与外灵力之间产生太大的差距 伴随着修为提升到八阶之后 现在只要是他修炼内灵力 内灵力就会通过灵翘 自然而然地回馈自身 灵力纯净的好处就显现了出来 龙浩尘根本不需要担心 灵力中有杂质影响到自己的身体 只需要持续不断地修炼就可以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丹药对于他确实没有太大作用了 他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的积累来提升 韩宇没有再说什么 这里是御龙关城头 就算要劝说龙浩尘 也要等回去再说 魔族大军宛如潮水般退去 在其世圣殿大军衔尾追杀下 又留下了一些尸体 这才撤回了八大魔神所组成的光幕范围 这场大战持续了大约两个时辰的功夫 战场上留下了大量的尸体 其实圣殿这边 立刻下令打扫战场 不是将尸体掩埋 而是全部尽可能地将尸体带回御龙关内 御龙关外的尸体主要都是魔族的 将尸体带回后要取出魔精 然后再将这些魔族的尸体有用地留下 无用地焚烧掉 这也是无奈之举 如果是魔族占据了优势 魔族也会将这些尸体带走 但是到了他们那边 可就变成粮食了 只要有足够的粮食补解 这些能耐严寒的魔族 就能保持持续的战斗力 尽管在战斗中 他们不断地减缘 可其实圣殿的死伤 也同样是惊人的 持续的消耗 是在消耗六大圣殿的未来